有趣的人生是可以跟有意思的朋友一起做有意義的事情 我請來朋友講講他們有意思的故事 如果有你分享更加有意義 因為全恩有理 我想今天全恩有理的演播廳 光不用打那麼光 因為嘉賓自帶光環 又是星光奕奕 今天請來這位是重量級的嘉賓 香港著名的歌手 認真我的好朋友 黃凱琴先生 哈囉凱琴 歡迎你 任先生你好 先跟大家打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黃凱琴 凱琴的經典金谷是古籍人口 相信大家卡拉OK都非典不可 晚秋 奶烈天花下雨 雙感的戀人 雨中戀人等等 回顧當時你如何入行 當時年紀小 年紀小 那時由讀大學之前已經開始學彈吉他 我記得當時公開考試 那一期我開始學吉他 很快就自己寫歌 然後在我入大學的一年級的時候 我就去參加了一個作曲比賽 叫做開始 跟這個音樂比較親密的接觸 但其實早在 我講起已經是 若干 二十一歲左右 那時就已經 因為去參加了一個愛護兒童 歌曲創作比賽 那時已經是小事牛都作曲 公開的 唱了一首電視劇的主題曲 因為我參加了那個比賽 跟這個音樂圈有少少關聯 到後來我剛才說 入大學就比較正式了 即是再去參加這些大型的比賽 後來做DJ 跟音樂圈的關係更加密切 弄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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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 這是因為你有才華 必須要發揮出來 所以就來了這一行 其實我當年的心願 其實是寫歌多過唱歌 即是想做幕後多一些 亦都沒有分為甚麼幕前幕後 因為你知道那時年輕人的心態 就是喜歡創作一些自己的東西 所以我只學了四堂結他 我就開始寫歌 那時就喜歡將自己看到的東西 感受到的東西 寫在歌詞裏面 又去參加比賽 所以其實可以說少少的志願 就是做一個音樂人 即是寫歌、寫歌詞 但五打五撞做DJ 跟著就跟唱片公司合作 就變成了一個歌手 但我都堅持做一個創作歌手 以前我讀書的時候 年輕人都是以喜風法 這個少年不知仇之未 為父身詞強說仇 想想想想 這樣寫下 然後寫下 你就真的發現自己原來這方面 不單有興趣 原來有這方面的才華能力 其實我想你也有這樣的經歷 你剛才說得出那番話 就是你都是作東西的 我們都喜歡文學的 我當時也是 因為沒什麼人生經驗 感情經驗等等 什麼經驗都沒什麼的時候 當你要創作一首 所謂流行曲 要吸引人 所以真的是靠勞作 所以就把別人的經歷 甚至我去看電影 看到有什麼角色 有什麼經歷 假代到自己身上 所以早期的作品 大部分都是盜讚的 全部都是憑空想像的 都有少許真人真事 但後來慢慢有了經歷後 寫了一些自己的故事 會的 會的 慢慢會多些 尤其是近年這十多年 其實我一直成立一個 唱片製作公司 自己寫自己的歌 叫做現在近期的作品 我發覺我寫情歌少了 反而是寫 勵志一點 不用勵志 描述 抒情一點 我的年紀更勵志 不是 百戰歸內營少年 那些衝勁 應該是青春期 那些是最喜歡寫勵志歌的 但我們這些年紀 就多數是 人生感 是的 即是比較淡薄一些 聊聊聊天 說說說人生 或是自己的過往 情懷比較多 我發覺現在 情情愛愛 那些反而是淡了一些 會這樣的 的確是這個 剛才凱勤分享了 他的入行經歷 亦都是因為當時的喜好 有入行 是有入行的 我們每個不同的主題 有些關鍵詞 是 另一個來就是另一行 好了 跟著來我們談談這個感悟 其實剛才凱勤已經提到 隨著這個 不斷地成長成熟 我放在這裡 不斷成長成熟 又跟著 亦都會根據 不斷的這個時期 自己的人生的感悟 所以在創作的路徑上 其實亦都有點不同 所以第二個關鍵詞 就是講一下這個感悟 是的 倒退35週年 雖然數學不是很大 但大概都知道 原來80年代 開始入行 嚴格來說 都不止35年 是嗎 今年 即是現在 二、三、三、三 改一改 是的 如果我由我第一首歌去創作 或者第一首錄到唱片的歌來計算 已經40年 OK 剛才你說我第一首創作歌 那一首還未到大學還是讀大一 如果真的正式有唱片公司 幫我錄音室去製作 即面世的 那時是大學一年級 一年級就已經出唱片 是有單曲的了 因為那時我 那期的暑假 大學一年級的暑假 就知道有一個 外戶兒童歌曲 我剛才提過 就是因為參加了那個比賽 而保麗金唱片公司的高層 就發掘了他的試音 那試音 就覺得很 很享受 突然間好像跟這個圈子 Touch 有一個門開了 但失敗了 因為我唱了那首電視劇 亞洲電視劇的主力曲曲 劍仙李白之後 他叫我去談合約 我坐下來好像跟你這樣聊天的時候 說了很多條件 都寫在這裏 但我第一句答 我就已經說錯話了 大家好好聽聽 大家要感悟一下 要借鑑一下 究竟說錯了甚麼 但我相信現在年輕人很聰明 他們不會這樣 把握機會 或者表現自己 他們很聰明 你看現在的人參加比賽 都知道怎樣打扮自己 怎樣去表現自己 但那時我已經在談合約 我記得自己在訪學 穿著一套很普通的衣服 也沒有打扮 搭巴士到保麗金的辦公室 進去 大佬坐在這裏 說完一戴合約條款之後 我就說 我正在讀書 你可否就我時間 其實我是很認真告訴大家 我是正在讀書 我不可能隨傳隨到 或者有很多時間上的配合是需要的 其實我是坦白的 但可能只是我的表情 或者我的樣子 對方覺得我這個人 都沒有甚麼誠意 從自我為中心 對 還有會不會是多多要求那種人 推一張合約過來 告訴我 我不跟別人承認 我不會跟別人討價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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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就停了 停了幾年後 到我當了電台DJ的時候 再有機會作曲的時候 才正式進入唱片公司 出唱片 所以這個感悟就很大了 就是說 這個圈子裡面 你怎樣去表現自己 很重要 有些人會有誤會 我當時我的老師 就是電台中的老師 我的前輩 鄧桑林小姐 她經常說 我的樣子不笑的時候 好像很囂張 很酷的 現在是流行的 但當時不行 當我在一條長長的走廊的時候 看到人如果我打了招呼 而別人感覺不到的 別人會覺得你真是 很… 即是怎樣說 好像自己… 有距離感 是的 所以我永遠都會 遠遠多少人 我會覺得 蛤 你好嗎 所以這個是我… 其實我想在電台裡的練習 除了是職業上 技術上的東西之外 做人的方式 都其實是磨鍊了大部份 是的 好的 的確是 很感謝這個凱琴跟我們分享了一件 這麼真實的 還有很有趣的事件 其實當時大家想想 凱琴就說很有誠意 告訴大家我是讀書的 而且我由於要上課 所以這時間大家要協調 表達方式 就是… 是我不一定遇到你 所以大家要協調 所以有時表達很重要 但我覺得不重要 我覺得反而某一個對岸 就代表了你做人是很直率 是吧 但我覺得有些好像很坎坷的感覺 那個會開完之後 我打開門 外面的秘書小姐說 走了 她真的很好人 那個叫Janny 那位小姐 我就看著周圍 牆上掛著很多很多新的圖片 就是他們剛才那期出的唱片 我就問那位小姐 我可否拿一張唱片走 因為我覺得來到這麼大的唱片公司 我很想有一件事 去記住今天或是這件事 我就拿了一張唱片 我很記得剛剛當時推出的 就是叫少女雜誌 那裏面有一個人叫陳偉霞 那時他們剛剛出道 三個女生一起出張唱片 所以你若莫知道 其實當陳偉霞出道的時候 我應該可以出道 但很可惜我真的懂得做 延遲了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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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們經常說 好像國學 叫職善之家必有餘興 經常做善事的人肯定運氣不錯 所以接下來我講的話題 就是關於這個善舉 我知道海勤一直都做很多公益的善事 不過我們都很願意服務社會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前我們 因為我電台出身 其實我們一直 無論是代表電台去搞一些活動 做詩儀 做義工等等 這些已經做了很多次 有時參加一些演出的形式 譬如音樂會等等 也有些是籌款的 我記得很多年前 很多地震 或者華東水災等等 我也參與了很多這些類型 到後來我亦都在一個 慈善機構叫孫明會 亦都做了一個終身義工 都去過譬如非洲 蒙古 魯窩 廣西 很多不同的地區 譬如有些是需要扶貧的 有些是需要助學的 或者是留守兒童的等等 有時是會以一個主持人的形式 去酒訪 探訪 派物資 有時會是一個幕後形式 參與 都會有的 當然 你說如果你在演唱會裡籌款 賣票是有一部份去撥捐的 這個經常性 有時會是否會有效 我覺得這些社會經歷 可能某個角度來講 都反捕你的藝術生涯 例如創作也好 或者在舞台上 對著很多粉絲 其實那種交流的感覺 或者在舞台上表達自己情緒的感覺 由於你去了那麼多地方做公益 是否見到這個社會 其實很多需要關注的人 又或者令你社會更加有溫度 其實表達出來自己有經歷的人 真的不同 其實 當然 你自己生活在一個很舒適的世界裏面 你有時真的會 忘記了外面有另一個世界 但當你去體會的時候 尤其是真實去親歷其境 對著在你面前的人 是怎樣生活的時候 是很大的衝擊 我記得那時我去完 走訪之後 我回到我們的文明世界的時候 我真的可以用兩晚的時間 已經寫完一首歌的歌 是記錄我這個行程裏面 這個旅程裏面 經歷的事情的感覺 所以有時真的要靠一些真實的體驗 才會很快有靈感寫到的東西 還有 不說工作上或創作上的東西 你作為一個人 有時你看到別人的苦的難處 會更加珍惜自己的擁有的東西或機會 有時的東西不是要努力就行 我看到很多地區的人 天生在那個環境走不出去 他無論怎樣去努力都是跟他的土地和水 在鬥爭 有些學生沒有物資等等 也是等人去幫助 所以這些東西是給了我們創作人 有很多靈感和體會 作為一個人也給了我們很多思考的空間 珍惜當下 我們剛才你說過廣西 我們都去過慰問 那些小朋友上班 早上是一座山走到另一座山上班 很可憐 等於你說得很對 永遠都是以山為本 他唯一的通道現在就是 到目前為止還是高考 如果高考考出來的大學 這就是全村人的希望 所有的希望都記住在這個小孩身上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幫幫他們 物資上都是很缺乏 有很多地區 例如你一個班裡面粉筆 很簡單的東西 但一支粉筆 用到這麼短他都還在用 或者是原筆他們寫雜作等等 紙也好寶也好書寶或筆 這些缺乏的時候 他們真的很難想像 跟我們現在的小朋友 那麼多電子的東西 上網的東西 就像另一個世界 確實 現在城市裡面的小孩 萬千寵惡於一身 所有覺得他們獲得的 都是理所當然 所以經常跟他們說 這城市帶他們去鄉村走走 讓他們背著敬畏心 什麼叫感恩心 這真是非常重要 你說敬畏這件事 真的想得很好 因為有些很簡單的事 簡單得好像水 水我們經常都有 但當你去到一個地方 水是骯髒 或者是在一個井是很遠 那你就會看到原來很基本的東西 都沒有的時候 你只希望有一個很乾淨的廁所 有水和有些糧食 其實已經很豐盛了 所以做得好像人心裡舒服一點 所謂贈人玫瑰手流如香 做完之後 無論是得到幾大的回報 都希望我心裡舒服 我幫到別人 而且某個地方都是自我激勵 因為我有能力 我才可以幫人 一件挺幸福的事情 好了 講講收穫 好了 接下來我們講講 因為凱琴現在常常在原廣大灣區 或者內地到登台演出 和大家分享一下行程和收穫 根據剛才我們說的話題 那個善舉 如果下面要講收穫 其實真的 你會覺得自己賺了很多 但我作為一個人 我去看的時候我發覺 因為我出身 我又不是一個音樂世家 我又不是學了很多樂器 去加入樂壇 但我又作了很多歌 因為我憑著開始的時候彈結他 入行的時候 認識很多譬如勞冬妮 很多音樂人去幫我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我的福氣 因為我不用說自己各樣都認識 但我可以跟他們溝通 他們會幫到我很多東西 我覺得以我這樣的資質 有這樣的背景的人 可以今時今日在樂壇 是35周年了 是 壓立不倒 是 也不是壓立不倒 我還在存在 我覺得這是我的很大的幸運 所以回答你的問題 我的收穫 我覺得很豐富 最後說回一件事 願景 我的願景 是希望 首先我一次比一次做得好 35周年 希望35年之後 如果我繼續唱歌或表演時 我要有進步 我希望自己還有空間 可以更加做得更加完善 試一些我未試過的東西 合作形式也好 表演形式也好 我試過管營樂團 我又試過最近做過一些 爵士或大樂隊形式的樂團 我很多東西都希望試到 譬如中學團我未試過 其他有些舞團 有些跨界的聯絡 對 跨界的東西 我也未試過 其實我覺得是 我求變 不是說我滿足於我已經做過的東西 我就是重複自己做過的東西 我希望每一次 除了給觀眾或粉絲有新鮮感之外 至少我自己要覺得有突破 有機會可以多些去我們加點創 因為之前我也幫家鄉樂團做過一個跨界的聯絡 就是放上乒乓球桌 在舞台上 這邊就大型家鄉樂 這邊就啪啪啪啪啪打給音球 然後那種撞擊聲 那種碰撞其實是另一番意想不到的效果 有機會將來可以嘗試不同的東西 好 講到這裡 相信很多海強的粉絲 其實就是很開心也都充滿期待 因為可能也知道一個這麼有善意 這麼有溫度的人 還有做事這麼認真 這麼執著的人 同時希望追求創新完美的人 他的演唱會肯定有很多元的創意和構思 至於是怎樣跨界聯絡也好 又或者是怎樣有些新意 和大家意想不到的Size 給大家 大家很期待 再次多謝凱琴 來到今天我們這個主演有理 多謝你 謝謝